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今年加拿大的冬天最冷的时间持续了长达两周,大批的暖气炉都荡掉了。 有人称,打了将近20多个公司的维修电话,繁忙至极,最早的也要15个小时以后才能上门。 最后发现并不是哪个零件坏了,都是一些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啊,今天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预防暖气炉在严冬停摆的小技巧。 如果大家平时可以进行以下的维护动作,大多数人在冬季应该会减少很多同样的麻烦,而且还会节省下一大笔可观的维修费用。 如果您觉得从中受益,请马上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让更多的同胞们受益吧。 第一,要检查高效暖气炉室外的进气和出气口。 当寒流来临时,一定要经常的检查暖气炉室外的进气和出气口。 那么出气口呢,也叫做排烟口,确保它们并没有被积雪或者是冰霜所堵住。 因为暖气炉的运转啊,是需要足够的氧气才能正常的工作。 如果这些通风口被堵塞,暖气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尤其需要注意,出口安装在有风吹,容易积雪的位置,或者说出口流地面较低的时候。 墙牌的热水器或者是壁挂式热水器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说高效暖气炉相对于中效暖气炉更加安全, 但是如果浸出气口堵塞仍然会造成燃烧的不充分,进而产生一氧化碳。 当一氧化碳融入冷凝水的时候,又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酸。 所以啊,如果暖气炉附近闻到了酸味的时候,就要马上找专业的公司来检查,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或者人身安全。 再有呢,就是清理积雪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温柔, 切不可用力地去撞击这些风口或者是燃气表。 还有,绝对不可以为了除雪或者是化冰,往管子里面灌水,热水也不行。 最近呢,在温纱群里面看到我们视频的朋友打电话咨询, 他呢,就是因为热水器的出水口被冰雪堵住了, 自己在除雪了以后呢,又往管子里倒热水试图化冰。 结果呢,很不幸,水顺着管子流到了室内排烟马达处, 把一些配件都给泡了,结果呢,是得不偿失。 所以啊,我在这里再次告诉大家, 如果自己实在搞不明白的, 还是建议大家找专业的公司比较保险。 那第二呢,就是检查温控器是否更换了电池。 如果在检查完进气和出去口之后, 发现问题还持续存在, 下一步呢,就可以去检查温控器。 很多时候啊,在电话里面, 听客户说来说去, 后来呢,发现是温控器没电了, 有的温控器呢,是仅靠电池供电的。 所以,如果发现有低电报警, 或者是黑屏, 那就要马上更换温控器, 否则的话呢, 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去控制暖气炉, 正常的运转。 那么关于更多温控器的信息, 请大家呢,参照我前面的视频, 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 三,检查, 暖气炉的电源开关是不是做了标记。 每年呢,我们都会遇到几个客户 不小心把电源开关关掉的情况。 有的在电话里面一提醒客户就能够确定, 啊,确实是家里面有人不小心关闭了开关。 那有的人呢, 即使在电话里跟他们一再的确认, 但是等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却发现呢, 开关还是在关闭状态。 所以啊,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强烈的建议, 一定要在开关处做一个标记, 或者呢, 干脆找一个透明胶带贴住, 让守护的人按不动,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在上周呢, 我们就有一个客户, 卖房子的时候, 暖气开关对买房的客户或者是经纪, 因为不知道确定是谁, 不小心给关掉了。 结果呢, 正值比北极还冷的那几天, 一晚上就把水管都冻裂了。 所以啊, 关于暖气炉开关的更多信息, 请大家呢, 参照我前面的视频, 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再去检查过滤网。 如果过滤网过脏, 暖气炉运行就会过热, 它会产生热保护, 会自动的热保护停止工作。 更有甚者呢, 它不会导致启动热保护, 但是呢, 却会造成马达、 电路板等超负荷工作, 最终呢, 造成更大的损失。 那么到底多久更换一次过滤网呢? 说到这里啊, 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因为相信很多的华人朋友都会说, 过滤网三个月, 或者半年换一次就可以了呀。 那当我问到他们, 到底是听谁说的时候啊, 答案多半都是, 朋友告诉我的呀, 或者我在网上看到的呀, 甚至说, 有的过滤网上面本身写着, 就是三个月更换一次。 然而啊, 根据我们多年的实际的工作经验, 我们还是在这里要建议大家, 每一个月, 你至少要把过滤网拿出来看一看, 那95%以上的家庭的过滤网呢, 都是需要每个月更换, 只有极少数的家庭可以坚持到两个月, 那么可想而知, 能够坚持到三个月, 甚至半年的那是凤毛麟角。 当然了, 你也可以三个月, 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更换过滤网, 但是啊, 由此产生的高额维修费, 可能会是几年过滤网的成本钱。 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每个家庭的干净程度是不一样的, 怎么就能下一个结论说, 过滤网可以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更换一次呢? 每个月更换新的过滤网, 不仅可以让家里面的空气更加清新, 还可以增加空气的流通, 减轻马达的负担, 提高暖气的效率, 节省能源的开支等等的, 为什么不做呢? 那么更多啊, 关于过滤网的信息, 也请大家继续参照前面的相关视频, 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 第五个动作, 就是极寒来临之前, 建议大家检查HRV, 也就是换新风系统。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里面都有换新风系统, 但是如果家里面有换风系统的朋友, 我们就建议在极寒天气来临之前, 先去检查一下。 那么如果呢, 是有可调damper, 也就是可以通过调节风门, 来尽量的减少室外吸入的冷空气。 当然有的HRV呢, 它没有damper,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无法控制进气量。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试着控制减少运行的时间, 或者就干脆关掉HRV, 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因为一旦热交换器冻了, 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就要换热交换器。 下面呢, 是艾德宝顿的一个朋友, 前几天在极寒天气时HRV里面结冰的情形。 那么如果真的是热交换器坏掉了, 那么损失还是很大的。 第六个动作, 测试一氧化碳报警器工作是否正常。 加拿大的房屋里面, 我们建议每一层都应该安装一个一氧化碳报警器, 并且呢, 要每个月定期的检查它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其实检测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按下写着Test的按钮, 就能够确认一氧化碳报警器是否正常。 一般来说呢, 5到7年就需要更换一个新的报警器了。 如果一氧化碳报警器电力不足, 它会有红色的小灯在那不停的闪烁, 或者是会有声音的提示, 那么就需要大家尽快的更换电池。 冬天啊, 我们门窗紧闭, 暖气和热水器长时间的工作, 所以说呢, 一定要防止一氧化碳的中毒。 那有的朋友说, 我可能做不到每一个月, 用手动的去按这个Test键, 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购买NEST的一氧化碳和烟雾报警器, 它是合二为一的, 那么WiFi的手机可以控制, 不仅可以自动的定时自我检测, 而且呢, 它还带自动感应的夜灯功能, 也就是说晚上啊, 你起夜的时候不需要开灯, 它会自动的感应。 还有呢, 再就是提醒大家, 虽然说跟我们的暖气空调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和一氧化碳有关, 那就是切记在封闭的车库里面热车, 那么在热车的时候呢, 大家要么打开车户门, 要么就在室外暖车。 关于一氧化碳的安装和使用的更多信息, 请观看前面的视频, 我呢, 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 第七个动作, 就是坚持每年, 请专业的公司做一次维护保养。 对于高效和中效的暖气炉啊, 如果不能够每一两年清洁一次火焰传感器, 暖气炉呢, 可能就会出现不停的点火关闭这样的一个循环, 直至最后停摆。 因此呢, 家里面的暖通空调设备, 最好是每年找专业公司做一到两次的维护保养。 我们遇到过比较讲究的客户, 一般来讲呢, 他会在初秋的时候, 请我们去做一次暖气入冬检查, 那么入夏的时候呢, 再去做一次空调的检查。 如果您能做到上述的七点, 虽然不能保证您的暖气炉不出故障,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一, 在出现非零件故障问题时, 大家呢, 能够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 快速的解决问题。 二, 最大程度的减少设备, 在最冷的季节罢工的概率。 三, 延长您设备的使用寿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啊,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呢, 在余下的冬季时光, 能够暖暖和和健健康康。 我是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请大家看完视频啊, 一定要不令订阅, 点赞, 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美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